服務台圍繞大批性重 趁大甲媽起家倒數 趕來領疫苗3OK症 隊伍綿延十幾公斥 就還不錯 因為識別比較快 對 因為其實 參加的公廟很多 人潮也很多 比較安心嘛 比較安心 沒辦法玩啦 一早開始入廟就得檢查 沒識別症 被拒門外 我沒有 可以進去了 沒有 那不好意思喔 不能進去了 台中市長盧秀燕 也換了卡入廟拜媽祖 也看防疫措施 今年適逢九合一大選 盧秀燕只視察 卻未參加起家典禮 往年都沒有參加 要求我往年就是參加 就是祭拜這樣子而已 所以今年也一樣 突破十萬人以上 領取3OK識別症 鎮南宮董事長延清彪 喊出今年嚴格禁止 任教家沒有通融於地 先做整個方法 到我們家 或是我們這個屋子 也會載那種給他 那你跟媽媽 在那裡拿我 我幫我 鎮南宮周邊的店家 家幾攤販毛起來備料張羅 準備迎接起駕這天的大批香客 為防疫考量 食物採用盒裝 二十萬分 若照現主席現在人數 應該不夠 都有人現在現場 要穿一塊一塊 鎮南宮連兩天 在繞境前呼籲再呼籲 林卡戴好口罩 畢竟被視為全台最大 遷徙活動的大甲媽繞境 跨四縣市 信眾走上街 防疫如何落實 的確是一大考驗 三連新聞 邱陽三小組 台中報導 黃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